8月底 鼎芯集團提出了將要收購中家有線電視系統一案 不過由於近期 鼎芯集團陷入了重重的食安風暴 再加上日前網路上傳出有媒體的播出內容 一次是幫鼎芯來漂白 更加讓了這個鼎芯收購中家案的適格性引發討論 鼎芯集團陷入食安風暴 一舉一動都遭外界瞩目 不過壞消息 還不只是這一桩 這層世大愛新聞改革自救會成員 在臉書上表示 從曾經新聞到晚間新聞 都看不到大愛新聞頻道有實用油逢播的相關報導 難道因為是慈激捐款大戶鼎芯 所以只能聋了 對新聞報導取向提出質疑 由於8月底 集團四兄弟之一的魏映嬌 宣布未來將進軍中家有線電視系統 但繼續傳出的種種事件 從食安風暴到影響媒體播出內容 連帶讓外界對鼎芯收購中家的適格性有了討論 學者認為 如果跟中家發生了這種所謂的隸屬的關係 我比較關注的還是這些系統業裡頭 如果自己有新聞部門或者新聞節目的製作播出的話 對這個事情可能就要多一點的關注 那特別是他的資本或是資金的來源 以及他過去的一些表現都應該是做一個 經營者過去的表現應該都是要必須一起評估的 對 目前NCC表示 由於尚未收到中家交易案的任何文件 所以無法開始進行審查 並沒有正式向本會提出申請 基於審核的重點 對於有些電視產業 媒體產業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發展 以及對於消費者的權益是不是能夠獲得保障 電視集團靠著康師傅在大陸的發展 創造超過3300億元的營收 集團橫跨製造業 食品業 零售通路 甚至電信產業 但近期的種種負面消息 是否影響後續收購中家一案 還需關注 新台電視 沈偉通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